講一下國民黨這些太陽們就說 其實他們都很清楚看到 韓國瑜困在那裡 那發現他困在那裡之後 吳敦義的作為是什麼 吳敦義是我想辦法來幫 這個困境把它排除掉 這是吳敦義目前做的 那其他人做的是什麼 我就在那邊看 他丟的 我不動作 我不作為 我也不要拿石頭丟你 我就不作為 吳敦義要跟你談 要跟你見面什麼 我要公開什麼 你出了這麼多 你就是出卡手 我們大家說這個就是出卡手 你出卡手要去撞 其實這些東西我要跟大家報告 主持人說我的結論 我跟你講 大家都看在眼裡 不是只有你會玩政治 大家看你在幹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我建議這些政政府 你要有相同的標準 不要變來變去 郭文科所講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你們在幹嘛 其實我們最近在開著 像4月3號開中指的會 你們民進黨 大家也看得出來在幹嘛 我們自己中指委很緊張 4月3號以為是開什麼重要的會 結果還好 只是立委初選的資格審查 你是中指委嗎 我是中指委 你是中指委 對 那你追票很重要 4月4號 很重要 你要幫他拉票了嗎 你支持哪一個 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支持小英 但是我不支持這樣的一個策略 你支持小英 你不支持霸王 霸王條款實在是 那是道名 你有聽說鄭文燦要提 暫停初選事情嗎 我們聽了很多消息 但實際怎麼執行 或我沒有聽他本人親自講 我想我不能去證實這個事情 但是我想這在大部分的民進黨 支持者眼裡是不可能的 因為過去 你已經有這個領表的動作 也公布了一個初選的時程 你怎麼可以突然停止初選 況且用的是這個方式說 我們在中指會決議 是不是大家就不要初選了 我想這太誇張了 三民黨過去 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有半初選都輸了 但是他認為那要不要初選 現在要討論是要不要初選 初選已經公布了 那就應該去把它進行完成 另外我們甚至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有結果以後 才能夠來做一個討論 現在就像小英總統所講的 他現在就要做協調 但我想賴清德 他所講也對 很明白告訴你 他不協調 我先把他走完初選時程 他沒有說不協調 所以為什麼不先走完初選 最後再來協調 就我們講了可能有幾個版本 要是賴清德大贏 那當然就沒話講 但如果他只贏了 像吳子佳所講的只贏一點點 政治勝利就掛了 難道一定要你賴清德 馬上帶領大家出來 來接下來這個選舉 我想這都還要得談 所以不是把他暫停初選 就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應該去想 先把他初選全部走完 再想可能的變化結果 大家再來做協調 我問一個比較外行的問題 請你不要笑我 不敢 你覺得誰會贏 很好笑 目前聽起來好像是賴清德 我還能講錯了 我還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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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